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 陈振阳喊说 电价下半年要动涨 王美花扯说能源价格回路 工商大佬直接打脸了 说这是选战的缓兵之计吗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家的来宾 第一位是立法委员郑立文 大家好 知识媒体人陈辉文 大家平安 立法委员林维舟 大家好 以及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远你好 大家好 先前赖金德说 当台湾总统可以走入白宫时 他追求的政治目标就达成了 当时引来了舆论的热烈讨论 难道现在也引来了美国的关注吗 金融时报就披露了 说美国国务院认为 赖金德的言论 跟蔡英文对两岸关系的态度 背道而驰 传出美国官员要求 蔡政府要澄清赖金德的争议言论 那么其实过去 美国就对赖金德的台独立场 是存疑的 逼得赖金德后来绝口不敢 再提台独两个字 甚至两岸政策 还紧紧跟随蔡英文的路线 那如果美国还要对赖金德 说法存疑的话 不就表示赖金德的坚定 台独立场根本是藏不住吗 连美国都很担心赖金德 可能会对台海情势 带来麻烦吗 立文 好 我们看一下 最主要就是因为赖金德 这个话也讲得太大声了吧 说2024是中南海跟白宫的选择 而且当台湾总统走入白宫 政治目标就达成了 我就讲他搞错了 你没有看到拜登有求于中南海吗 更不要讲美国历任的总统 美国历来的政策都是一中政策 绝对不能够撼动的 而且反对台独 你居然说要用台湾的总统走入白宫 这完全是无知啊 白宫也绝对不可能接受 没有想到大踩红线之后呢 赖金德希望以副总统的身份 要去访问友邦的时候 过进美国 因为总统候选人 大家都要去美国面试啊 结果只有他不能去 他也很想去 尤其美国对他有疑虑 他一直想要去对美方交心表态 并且向台湾的民众证明说 他呢才是美国信任的人 所以过进美国赖金德求之不得 可是呢没有想到似乎是吃了闷棍啊 踢到铁板了 整个的行程 美方其实展现了高度的不友善 不但全部要求不可以公开 而且还传出来 见不到任何美方的官员 所以就这一点就可以感受得到 美方对于赖金德是有高度的疑虑 而且不希望在这敏感的时刻 再加上赖金德长期台独的主张 而踩到老共的红线 结果呢没有想到呢 我们看到就是呢 柯文哲也说了 柯文哲说讲这种话不对吧 我们又不是选美国的州长 为什么走进白宫是总统最重要的任务呢 所以在国内也不一定有选票 好柯文哲说台湾呢是要面向全世界 而且最近呢柯文哲因为民调不错 柯文哲自己也爆料 说啊美方啊希望他再去面试一次 因为他之前不是到美国去访问了很久的一段时间吗 然后呢都见不到重要的人啊 因为当时没有人把他当作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候选人 那么柯文哲最近也爆料说 哦美国要叫他再去一次 似乎就是在向大家释放一个讯息说 他有可能咯美国也重视他 所以你看柯文哲的操作你就知道 大家都非常重视美国的态度 而呢我们看到金融时报是西方非常重要举足轻重的大报 他呢就今天po出来了说根据华府台北八位知情人士的说法 美国国务院认为赖清德的言论跟过去蔡英文对两岸的态度是背道而驰的 为什么说错话了吗 而在国际政治里头最忌讳的就是不可预测 最忌讳的就是不够稳定 最忌讳的就是一天到晚提出很多惊奇 尤其你又不是大哥大的时候啊 因此呢大家已经摆明了对于赖清德的疑虑 刚刚讲到了金融时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当年马英九要寻求连任的时候 美国全力停马重打蔡英文 就是在九月份由金融时报响起了反蔡的号角 当时也是金融时报提出了移蔡论 说美国白宫对于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是有高度疑虑的 后来就有一系列打蔡停马的动作 蔡英文深受其害啊 后来就是为美命侍从取得了美国完全的信任 但是美国对于蔡英文第二任后期又不断的走偏锋 其实也开始有了疑虑 再加上现在美国的局势拜登的算盘 恐怕更有求于北京的时候 对于赖清德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好那么总统府面对金融时报高调的点名赖清德说白宫对他有疑虑 那么总统府说美方高层并没有对赖清德团队做出相关表示 意思就是说没有我们没有听到美国官方直接对赖清德团队来讲 如果是私下讲的话那就还有救 问题就是没有私下讲而是公开透过金融时报直接打脸赖清德 这才是真正的警讯跟危机 那么吴钊燮当然是拓面自干 不承认吴钊燮就说台美沟通非常密切 每次跟我们讲非常密切 然后告诉我们说美国官员没有这种关切 所以吴钊燮你是不是应该痛骂金融时报散布假消息 然后趣闻要求澄清呢 看来赖清德恐怕要得到美国的信任是真的难上加难 金融时报曝光美国要求赖清德要解释清楚走入白宫说 总统府跟吴钊燮都急着跳出来表示说美国没有要赖伴澄清 那么现在传出说赖清德正在争取希望八月出访过境华府 侯友宜也规划九月上旬要访美 而柯文哲呢更是在拼二度访美 虽然说我们的总统参选人在选前访美几乎好像变成惯例 但根据民调可以发现有63%的民众都认为 但这个候选人根本不需要选前一定要去访美啊 那么赖清德的说法虽然有些争议 但如果金融时报的报道是真的 那为什么我们的副总统说个几句话 还得给美国人一个说法吗 那难道民进党真的就是这么样的害怕美国吗 惠文哥怎么看 这个因为我的英文很差 所以我是不看金融时报的 而且金融时报是个不入流的媒体 不看野八 他已经被日本的这个日经新闻给收购了 早就被收购了 所以名字叫做英国金融时报 其实他的老板是日本人 那金融时报在2019年 对我们中天集团 污蔑我们 说这个国台办可以打电话到中天的编辑台指挥 那我请问习家里你的证据是什么 你没有证据啊 你随便乱讲啊 国台办电话怎么都不会打过来 国台办今天如果真的要影响 他怎么会打去编辑台呢 就可见你的无知啊 那习家林这几年是怎么跟民进党 跟蔡总统配合的 我就不讲了 所以这种莫名其妙的媒体不看野霸 那我回到赖清德那天 在民进党中央党部的这个场面 我重建给大家 就是赖清德接近一个同乡会 一些本土社团一个独派的团体 那其实说这一次的选举 是中南海跟白宫的选择 不是赖清德讲的 是那个同乡会的会长讲的 那会长自此讲完之后 换赖清德 你讲得非常好 这次就是中南海跟白宫的选择 然后赖清德就顺着他讲说 如果我们台湾的总统可以走进白宫 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那是场面化 这有什么好重要的呢 我请问大家白宫在哪里 废话在美国啊 那我们的总统能不能走进白宫 谁决定 当然是美国决定啊 那美国紧张什么呢 我就不让你来就好了 我要你说明什么 你想来就来啊 你能不能来 你要过进哪里 都是美国决定的 那美国有什么好紧张的呢 美国有什么好需要的呢 民进党不管谁执政 哪个敢不听美国的话 这有什么好 所以我不认为用这个去打赖 有什么意思 我给大家看 这个是安倍的夫人 这两天来我们这边访问 欢迎 但是我是要告诉大家 赖清德的外交也不怎么样 安倍他去年遇赐是个不幸 可是我告诉你 安倍晋三生前的弊案 就跟安倍召会有关了 他在日本是有弊案的 所以去年日本要帮他办国账的时候 日本的民众是反对的 反对的比赞成多 你办什么国账 为什么要花我们的钱去办国账 那个国账是与法不合的 那我请问赖清德 我们有必要这样子吗 有必要这样子纪念安倍吗 没有必要嘛 关键没有 安倍是日本任期最长的首相 我请问大家 安倍在他的首相任内 他做了什么 讲了什么 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有吗 一句都没有 安倍是他卸任之后 他已经不能当首相了 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符合日本的宪法吗 日本有任何的法律规定说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 没有啊 那是安倍随便乱讲的 那你怎么当真呢 台湾有事跟日本有什么事 那日本有事跟我有什么事 没事啊 所以赖清德不要再 不要像个孙子一样 安倍那是个悲剧 但是没有必要这样操作 你有看到日本这样子纪念安倍吗 没有 所以那些都是假的 他跟蔡总统连线啊 拿什么买我们的凤梨 那个都是政治表演 你不要信以为真 好不好 这个就是赖清德的这个外交 在安倍的任内 他从来没有把我们当成一个国家 因为他要守住日本的利益 他是卸任之后 做一些这个政治的表演 然后蔡总统就觉得说 安倍对我们好好 其实不是这样子 那我最后我要特别的强调 我们的选举轮不到美国来说三道四 你美国决定了 美国你不是境外势力吗 所以民进党不要讲 这个北京大陆不能干涉 我同意啊 北京跟大陆当然不能干涉 那美国可以干涉吗 美国凭什么觉得 我觉得马英九比较好 蔡英文比较好 干你什么事啊 没有美国的事 美国先把川普跟拜登搞好就好了 你们那两个烂总统 一个比一个烂 美国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 我不希望国民党用这种事情去 这个跟赖清德 赖清德是随便讲讲而已 我们的总统是不可能走进白宫的 那个是 就刚正立文文讲 那是违反美国的一中政策 那是不可能发生的 骗骗独派的人 希望他们抖内帮忙拉票 赖清德是讲场面话 会把他当真的 英国金融时报把他当成真的 你真的要走进白宫 笑死人啊 金融时报写了这样的报道 说美国要求蔡政府 澄清赖清德的发言 那府院党只敢说 没有接到关系啊 怎么不敢说这个是假新闻呢 如果民进党觉得 外媒的报道有错误 这可不只是关系到 我们总统府的颜面 还有可能冲击赖清德的选情 为什么民进党不敢说 金融时报报道是认知作战呢 今天吴钊燮部长背询的时候 就被赖世保委员抨击 说他是断交最多的部长 干脆废掉外交部好了 结果吴钊燮怎么回答呢 他反抢说 这不是事实 而且他还大赞外交部 帮自己做的民调支持度都很高啊 甚至是还孙赖世保说 那如果你当总统 你就可以废掉外交部 所以吴钊燮也真的觉得 自己做得很好耶 难道之前 跟我们不再往来的那些国家 跟我们都不是断交 因为他说这不是事实啊 委员 吴钊燮本来就是很会 跟委员对呛 那是几个最会跟委员对呛的阁员之一啦 还有另外一个当然是那个农委会 鼠尾啦 陈吉仲 那我早上 中午的时候 我也有咨询吴钊燮 关于这个金融时报这个报导 那到底有没有受到高层的关切 他们都否认 然后呢 他还跟我讲一句 他说高层呢 高层呢 也出来 就否认 说他们有来关切 我说高层有出来 有跟你们讲吗 没有 那高层是谁 他讲不出来啦 好 我们现在看这个事情 其实是这样啦 就是说 刚刚辉文当然也讲了 赖清德只是顺口 顺人家的口这样讲 不过他也显现了他自己的内心 那美国会这样的反应 是很正常的 以台湾现在的现状 那你要走入白宫 不要说走入白宫啦 我们连参访都没有办法参访 每次都用过境 我们的总统跟副总统 是没有办法访问美国 不要说白宫啦 你要访问加州纽约都不行的 每次都要用过境 然后再假装要去别的地方 然后才能到美国去 这个是国际现实啦 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看到说 美国是关心的是他自己的利益 他要跟中国谈判 那怕台湾的言论影响到他 跟习近平可能的即将来的谈判 影响到他国家的利益 我们要看清楚 那是台湾人呢 台湾的主体性在哪里 台湾的利益 我们自己要看清楚 我再对照一下前几天 川普的言论 川普不是讲说 我们抢了他们的半导体产业 应该要订定高关税 限制台湾的半导体出口到美国 不应该让台湾发展这个半导体 抢了他们的工作 那另外 后面还有一段 人家问川普说 台湾有事 美国会不会协防 川普的回答 他说这个 不回答 不回答 为什么不回答 他说这个是美国的筹码 我们不能告诉你说 我们会不会协防 讲了就没有筹码了 这个筹码是要做什么 要跟中国谈判 他不能讲清楚 说要协防或不协防 也要跟台湾谈判 基于他自己国家的利益 对不对 不可能就模糊政策 不给你知道 看到这个两件事情 你就知道说 人家美国 不管你怎么歌功颂德 那个川普 那时候民进党政府 不是最喜欢川普 我川威武 说他一定当选 结果他现在讲这种 好像忘恩负义的话出来 我跟你讲 他们是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那台湾自己的国家利益 台湾的主体性 在哪里呢 我们要看清楚 美国是在怎么做的 他曾经为了他国家利益 牺牲台湾跟中国断交 这个大家不是被摆过一次到了吗 那现在他跟中国到底要对抗 还是一边对抗一边和解 或怎么样 这个是会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 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一点 我们台湾在两大之间难为小 是很困难 很委屈 不要说去中国委屈 去美国也很委屈 连总统都不能访问 现在候选人可以访问 但是只要你当选就不能访问 只能过境 在饭店或是跟一些台湾同胞见见面 然后假借过境的名义 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委屈 但是我们永远要记得 他们两个大之间在竞争 时而冲撞 时而谈判 都是为了自己 个别的国家利益 台湾也要为了自己的主体性 自己的利益 去找出两大之间 对我们最好的一个方向 很多年前可能都忘记了 或者是根本不知道说 其实中华民国早就被美国 摆过一次到已经抛弃过我们一次了 不过这次呢 府院党纷纷表示 美国高层没有关切赖清德的 近白宫说 但现在政府的大内宣 到底还有多少的可信度呢 前天美国众议院的外委会主席 麦考尔就关切了 他说美国不是承诺提供给台湾 5亿美金的军援吗 为何迟迟没有动作呢 结果亚太助卿康达赶快强调 他说我们会动用一切的工具 来履行对台湾的承诺 问题是5月份 美国不是送来了一批刺针飞弹吗 当时蔡政府就告诉大家了 说哇你看美国的军援到了 不是吗 麦考尔他不是阳春议员 他有可能说 军援已经送到台湾 结果这个众议院的外委会主席 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吗 所以麦考尔的认知就是 对台军援目前是没有动作的 而亚太助卿也没有反驳他 反而是挂保证说 我们以后一定会 难道是这不小心戳破了 蔡政府的大内宣吗 是不是硬把军售到货 讲成说是军援来了 用来夸大美国对蔡政府的支持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世间议员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不就是政府公然在搞认知作战了吗 不 远云你刚刚说的对 麦考尔不是普通的阳春议员 那他不但是造检 而且他还为了我们台湾 他在众议院成立老虎小组 就是说要监督他们的行政部门 赶快快速的交付台湾 不管是他们要军援台湾的部分 或者我们台湾自己军购的部分 我觉得这当中最重要的其实是F-16 其他都还小资小钱 F-16赚了140亿美元66架 那你刚提到的 这个所谓军援5亿 那今年5月已经到齐了 那是次真飞弹 那么5亿跟140亿差太多 所以我相信 我认为那5亿元的次真飞弹 真的是他军援我们 那么这来自于就是去年12月 美国的参议院 那83票对14票这么悬殊之下 他们通过说要无偿军援 我们台湾100亿美元 那么第一批就是这5亿美元 所以5月份那个次真飞弹 那我是觉得说美国是这样 美国人他们是生意人 他就是买买的胜分 小账无论 我相信小账那一点点5亿美元 他们大概也不会那么吝啬 大概说来真的是来了 那至于赖清德那一句话 说走进白宫 其实远离这一句话的前提 就像刚刚辉文讲的 其实有前提的 这一句话赖清德的第一句是说 这一场选举是中南海和白宫的选择 那这一句话其实对美国 是很有善是靠拢的 所以我认为说 我们外交部今天否认说 美国会要求赖清德来解释 后半段的说要走进白宫 你这什么意思 事实上美国不会这么做 因为这前半段整句的谈话 是对美国是要靠拢 跟他们友善 展示说我们台美之间 这么深厚的邦誼 所以我认为是确实 美国是不会这样子来要求的 所以我倒是觉得说 确实均无细言 不能随便乱讲话 那当然赖清德在这个部分 他过去就一向很谨慎了 我相信经过这一次 他会更小心才对 会更谨言慎行 即便美国跟我们这么友好 但是也不能随随便便 有什么话说出来 但是他讲的这场选举 是对我们台湾人民而言 是中南海跟白宫的选择 这一句话是蛮有震撼力的 而且对于我们台美之间的关系 其实是更深化的 因为它让我们台湾 更靠拢美国了 跟美国更友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作家 今年四月份起 全台湾平均电价 已经调涨了百分之十一 现在传出台电十月份 要再调涨电价吗 昨天陈建仁格魁 在立法院备巡时表示 今年下半年的电价 不会再涨了 被质疑说 是不是为了明年的选举呢 王梅花部长跳出来 旧价表示 没有任何的政治考量 部长电价是因为 国际能源成本走稳了 好先不说 先前造成国际能源 价格飙涨的俄乌战争 还在打还没打完 难保接下来的战事 不会再冲击能源价格吧 那么陈建仁 怎么现在就可以 斩钉截铁的保证 绝对不用涨电价呢 那如果真的是因为 能源价格已经回落 那政府怎么不赶快 现在把电价调降回来 来减轻一下 我们老百姓的压力呢 列文 因为国际的局势是怎么样 其实是不重要 重点是明年1月13号 投票这件事情是确定的 所以一切当然都是 为了选票考量嘛 那这个国际能源啊 国际的价格怎么样呢 是在以降的啦 好 陈建仁说啊 下半年确定不会缺电 告诉你们 绝对不会缺电 为什么 因为缺电又会影响选票 引起民怨嘛 所以呢估计就不会再调涨电价了 重点是这一句话 不能够涨电价 否则岂不是又把选票给吓跑了吗 现在大撒币都还来不及呢 哪里敢涨电价呀 好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底下呢 我们看到啊 这个王美花也说 绝对没有政治考量 没有才怪 她说今年国际燃料成本走稳 反正它要涨的时候呢 一切都是国际啦 反正我们过去这几年 不管蔡政府做什么样的决定 通通都推给国际啊 那么呢 现在又说国际成本走稳 意思就是告诉你 决定了不会涨价 不过呢 她说啊 最终的讨论跟决定 当然是电价审议委员会去做决定啊 但是大家都知道 政策已经摆在那里 方向非常的明确 要涨价的时候 她就告诉你说啊 国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啦 但是呢 最后还是电价审议委员会去做决定 但是电价审议委员会真的有独立审议做决定的空间吗 好 那我们看到呢 前商总的主席就说了 这个 不调账电价 根本就是为了选举的缓兵之计嘛 那选完之后就会大涨了啦 差不多啦 反而啊 反而啊会让企业优薪成本而没有办法有效的来计算风险 因为一切都是政治考量 而不是商业逻辑 所以反而让企业更加头痛 她说呢 洞涨呢 会使台电的亏损不断的扩大 那到时候还不是由政府补贴 羊毛出在羊身上 虽然你不用付比较贵的电价 但问题是还是由我们的纳税钱去补台电的洞嘛 不然的话台电的洞谁来补呢 好 那我们看到呢 林伯峰理事长也说了 虽然陈院长说现在暂时不涨价 但这只是选前的说法 有没有看到 哎呀 在台湾大家知道的啦 通通看得懂啦 这是选前的说法嘛 那台电的亏损一定要反映在电价上面的啦 迟早的是啦 政府应该要重新思考能源政策 因为你现在搞的能源 尤其是天然气贵三不三嘛 那如果你不想涨价 你真的要降低我们的电价 最重要的就是用核电嘛 核电适当的配比 电价才能够长久稳定 这才是真正制根啦 否则的话 电价一直涨台电一直亏损 也不是办法 不可能啊 这个洞终究是要补的嘛 格魁陈建仁喊出明年之前 电价洞涨就被工商界的大佬们打脸 林伯峰说这只是选前的说法 他更直言台电的亏损 必反映在电价上 台电去年大亏2765亿 是超过了10收的资本额的一半 那么还要靠政府增资1500亿元来续命 那么甚至是呢 连还税于明年前不是也要剥一部分去救台电吗 那现在为了选举难道又要动涨电价 等到明年选后是不是打算要再来大涨回来呢 霍文哥 我觉得民进党我还是很佩服 我们今天在座的 这个尖歌是民进党 林维舟以前是民进党 郑立文也是民进党 民进党很会选举 精高算 那这种政策 这种买票大撒币 非常的到位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明年民进党继续执政 你千万不要意外 因为国民党实在是不行 国民党不行那就输吧 那非常的会选举 那民进党也非常的团结 你看王世坚高家瑜被称作是民进党的良心 那你有看过王世坚跟高家瑜批评过蔡总统吗 我从来没听过 你有听过王世坚高家瑜 碎碎念賴清德吗 没有 但是你看看何伟宜 何伟宜被骂成什么样子 所以王世坚跟高家瑜的良心是很聪明的 遇到他们他们就会转 请看看昨天民进党的中场会 你看讲什么 赖清德说 为什么现在要失效补助 赖清德说 因为马英九任内都没做 马英九任内都没做 那蔡英文任内有做吗 蔡英文任内也没做 失效补助蔡英文任内也没做 赖清德你是有什么问题 你这是买票 失效补助本来就是买票 他就是一个政策行政资源 我请问大家 国民党敢反对吗 侯友宜敢反对吗 他不敢反对 他就只能加码 就跟主持人就跟我们去年 那个还税渔民一样 那个怎么会是还税渔民 那鬼扯 那个税收超增本来就应该绞入国库的 民进党说发六千 国民党发一万 我要你这种在一党干什么 你应该是勇敢的告诉大家 这个钱应该缴回国库 不行我们要加码 而且一定要农历春节钱就发 有没有 你们那几个赖四宝那些 农历春节 我觉得你们很莫名其妙 你们是在为国家着想吗 不是啊 来我给大家看 你看今天这个 侯友宜的办公室说 赖清德是麻烦制造者 如果赖清德是麻烦制造者 那侯友宜是什么 是乖乖听话者吗 这个节骨眼就是应该是你 侯友宜去帮赖清德讲话的时候 可是你有这种政治智慧吗 你没有啊 落井下石刚刚好 趁机骂你一顿 那因为我侯友宜 我准备要到白宫去访问 所以我就讲这些 这个是不对的 我跟大家讲 你看这个2024总统大选 你看他讲什么 白宫跟中南海的选择 所以当选的是白宫 你这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 赖清德是民主跟专制的选择 所以当选的是民主 这都鬼扯嘛 那我请问大家 票头王世坚叫做民主 票头有数会就是专制 那我们就 我们现在就宣布王世坚当选好了 这怎么会这样子呢 那个都是骗你的 我跟各位讲五亿美金台币一百多亿 赤真费弹一美金二十万 我们跟美国买赤真费弹是川普总统大意卖我们的 通通被拜登总统卡住了 我们钱已经给了美国没有交货 而且美国最差差的地方 他因为二乌战争 美国请你不要说谎 我们赤真费弹跟你买的时候 俄罗斯还没打乌克兰 他在说谎 2019年我们就跟你买了 你有货给我们也没给 你还相信美国吗 对不对 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大家 不要再被这种政治操作 这种政治 我们是要选举没有错 我们要选出总统跟立委没有错 可是不要违背那个人性 不要为美国侍从 美国给我们五亿美金 我请问你 我们两岸分支以来 我们花了多少冤枉钱跟美国买 刚刚坚哥讲F-16 美国最好的战机是F-16吗 F-16是二十几年前的飞机 当然它有在这个升级改版 美国最好的飞机它不卖我们 我们还要相信美国吗 请大家好好想一想 不过美国最近很红的深层式AI 当然也红到了全世界 但最近国科会就公布了 深层式AI的参考指引草案 未来我们的机密公务文件 禁止使用深层式AI 其他的文书则是现用 国科会就说 因为这个深层式AI 搜集资讯的能力太强大了 如果我们公务员拿着 我们的这个国家的问题去问AI 搞不好一个不小心就泄露了 我们的国家机密 那么还举例说 国防部如果有人去问军事的问题 结果资料丢出去之后 被AI给搜集走了 万一大陆也有人去问了 类似的问题 我们的这个资讯 是不是就被AI抛出去给人家呢 哇那就很麻烦了 好先不说现在深层式AI的能力 有没有真的已经这么强大 但如果只是光查询 就可能会把资料变成 全世界的资料库的话 那为什么美国其他国家 好像都这么敢 还在不断的发展运用深层式AI呢 还是说其实 这个时候丢出来这个话题 其实根本是为了制造 芒果干的恐惧感吗 维就委员 我先回应一下 辉文刚刚所讲的 就是超收的税增 那时候我们有先提出来说要还税移民 其实是这样 那个来龙去脉是 本来蔡总统自己讲的 说这个不能说这样发现金 这个是要纳入这个预算 不能这样还给民众 后来我们提出来以后 他后来这个民意的压力之后 他才提出这个六千块 行政院才提出来 大概是有这样的过程 那我们确实是 那时候是提一万 当然这个看你用什么角度看 超收的税收是全民的 所得税 证交税 房屋税 地价税 两税合一 超收了 景气好 那还税移民 这是一种做法 其他国家也有这种做法 香港 澳门都是用这种做法 赚比较多的时候就还给民众 那问题是这样 当然你可以说 这个是国家的钱 不应该这样慷慨 这样大撒币 不过其中像其中的一笔 就是五百亿 就去拿去补贴台电的亏损 刚刚我们讲到能源政策 你这些超收的税 你不让他还税移民 他拿去补贴台电 然后台电每年都亏损一大堆 也不去检讨能源政策 拼命弄绿电 买贵的电 用天然气贵的电 何能不用 所以我们很两难 你不叫他还税移民 他拿去随便他用 所以大概有这样的过程 好了 我们现在谈AI 我觉得他是这样 这个国科会说深层次AI 参考指引草案 这是一个行政命令 就是说大家以后不要用AI 是这样 我觉得当然国防机密要保密 但是这样的指引 老实讲是无效的 就是说大家在运用AI这个指引 参考指引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他是有没有用 用了以后因为写稿 他要写稿 问问题 然后收集资料 写稿 写出来这个内容 写报告 报告写一写 他再把它改一改 问AI问一问 然后再改一改 这样算不算超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很个人的事情 你禁止不了 你怎么能证明说 你这个就是AI告诉你 我把它改过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很难执行 那也没有人听说 是有这种禁止 说公司禁止 你去问AI GDP 然后来写稿 我有改过 我的意思 这个很难执行 那保密 当然要保密 那你其他的方面 你如何去做到保密 不管商业机密 或是国家机密 但是用这样的指引 就要来达到说 大家都不用 我觉得是很难的 很困难 用一点其他 在其他方面 军事保密 要怎么做 用把心思用在别的地方 这个很难做得到 对 既然知道很难做得到 结果还要拿出来讲 这是不是为了选举在制造芒果干呢 我觉得是这样 选举的时候 民进党 当然也是芒果干一直拿出来买的 对不对 抗中保台 只有他们可以抗中保台 你看我们刚刚讨论的 什么民主跟专制的对抗 还有什么白宫跟中南海的选择 这个都是在卖芒果干嘛 就是要抢战 说只有他们 抗中保台 其他人都在卖台 另外一个话题是 先前陈建仁哥会说 明年要替军工教调薪4% 景秦的加几还要调薪15% 当时行政院就被质疑说 是不是又在政策买票呢 当然替军工教加薪是一件好事 但蓝营却揭露 原来中央对六都竟然只补助一半耶 爱红是不是中央请客地方付钱呢 行政院说 地方政府的人事费用是地方自治的事项 要先用地方自有的裁员来指引 问题是 2022年军工教调薪的时候 可是由中央全部来补助 难道是因为当时的六都 有半数都是绿营在执政 所以才全额补助吗 那么陈建仁说 台北市统筹分配款要补助 都是全国最高 而且平常的财政没有短差 政府还给你半数补助 已经是优于过去 意思就是说 你口袋很深很有钱 补助你已经很不错了 问题是 这是人家自己会持家呀 难道就要平白无故 来帮蔡政府兑现支票吗 世间议员怎么看 远宜先容我简单回应一下 就是说对于蔡总统跟蓝富 我跟高嘉瑜是否对他们都没批评 事实上有 你光是看到我跟高嘉瑜 现在在遇到的惨况 就能够知道 当然因为我们同为民进党 本来我们就要比较捍卫支持 我们的总统副总统 他们在执政所提出的政策 但是该争扁的时候 我们争扁得非常清楚 这一点大家可以去查证 那我是觉得这样 那个军公教的调薪四% 王宏威委员今天在立法院 这一个要求我觉得他是对的啦 如果我跟他一样站在台北市选出的立委 我一定是跟他一样就是说要多帮我们台北市来争取 也就是说军公教调薪 这个部分是不是你中央应该全额或者更大多更大的一个比例来支援我们台北市 但是确实陈建人院长讲的他是依法行事 他根据的就是地方制度法 还有财政收支划分法 那么关于说人事费用 这是属于地方自治的向下 所以应该要以自有财源优先支付 那中央补助的前提 因为我们全国22县市 中央会根据每一个县市经济财政的实际状况 有的财政比较差的 那中央可能就要多补助一些 那因为我们台北市在22县市当中 我们的财政是最好的 那原因是因为说我们台北市光是财产税 我们房价地价各项的税收 我们都高我们都收得多 那但是我是希望说中央也不要因为 说我们台北的财政好 那你少补贴我们 比方说我们台北因为我们是首都 所以我们在治安 在这个交通上面 我们就远负担很多是其他外县市 所没有负担到的 所以你像交通的建设 比方说捷运 捷运我们现在碰到的经费上的一些差距 困难这一些 我希望中央要多补贴一些给我们 因为我们台北虽然财政好 但是我们身为首都 我们也担负了很多首都 额外的一些责任跟支出 所以这个部分不能光仅以 财政收支划分法跟地方制度法 单纯来看而已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先前传出将会缺席 国民党全代会的韩国瑜 现在证实723当天 不只会出席 而且会和侯友一臂肩而坐 蓝营似乎开始整队 反观柯文哲方面 最近是窘入了民进党 营造的仇女氛围 气得他反向说 怎么会有行业 每天想怎么样害人造谣吗 不过最近资深媒体员 王上志就透露他说 他最近听到有台商朋友说 最近他身边很多人呢 都很积极地在支持 自己认同的候选人 因为他说 这是2028年前 最后一场总统大选了 还挺要紧的 应该要努力一下 哇他感叹 所以明年大选 是不是真的就是 战争对抗和平的抉择呢 而最终也细于在选票之上 所以现在不管是蓝啦 或者是白啦 不管你是任何人 只要你反对 这样的一个可能带到 战争方向的一个执政党 来执政的话 是不是应该摒弃 谁掌权这样的一个框架 努力组成反贪府的大联盟 让台海有机会 能够走向和平呢 惠文哥怎么看 这个2024的侯友宜 比2020的韩国瑜弱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当年的韩国瑜 他是有韩流的 是有高雄市长的舞台 也有中天的权力的帮忙 当然中天跟韩国瑜 他的关系是鱼帮水 谁帮鱼 谁也没欠谁啊 一时的鱼量 当时中天一个台的收视率 是另外六个台 加起来都输他 你有看过这种收视率吗 我在这圈这二十几年 我也没看过这种收视率啊 所以那个是有当时的时空环境 我说2024的侯友宜 比2020的韩国瑜弱很多 那郑立文文在现场我也不避讳 2024的韩国瑜 跟2020的韩国瑜比 也弱很多 现在韩国瑜在出来选 再数一次而已 所以我非常的反对说 什么韩国瑜在出来选 完全都不是那样的一个时空背景 那韩市长决定去参加 这个国民党全台会 展示了他选过总统的 层次高度跟格局 如果是我才不去啊 如果是我就学那个朱学恒 送那个花圈过去 祝你们顺利成功 但是韩国瑜他不会计较那个 他不会跟侯友宜计较 韩国瑜去是对的 但是我现在请问侯友宜 你这一次又有机会 跟韩国瑜同框啊 听说位置还坐在旁边 你是不是应该跟韩国瑜 说一声对不起啊 四年前的全台会 也是在新北市开啊 你想尽了一切的理由说 哎呀我很忙 哎呀我新北市好多行程了 我不去啊 你四年前凭什么不去 好啦 现在四年后风水轮流 在换你要选总统的 人家韩国瑜要来 光这一点 你就应该跟韩国瑜说声 谢谢还有对不起啊 韩国瑜四年前要选的时候 拜托你接新北市的竞选总部的主委 在座都是选将 大家都知道 那是个荣誉值 不会叫你募款啊 也不会叫你出钱啊 就是说你挂个 因为你是县长 你是市长 你挂个名字好看嘛 侯友宜打死不要 那现在 所以我跟各位讲 我希望侯友宜跟韩国瑜道歉 合情合理 一点都不过分 接下来我要讲郭台铭 请问郭台铭去不去 郭台铭讲 哎呦我又不是党员 你不是党员啊 那你凭什么参加征召 你不是党员 你参加征召 现在全都要宽 你两个月前 你不是告诉大家说 你要全力的支持侯友宜吗 你有做到吗 没有啊 你每天在那边 三阴风点鬼火 拜托吴子佳 帮你开那个什么 董事长开奖 徐晓星还去帮他主持 我跟你讲 我本来是百分之百 支持徐晓星的 他去帮他主持两场 我现在是百分之九十八 支持他 你怎么去帮郭台铭 主持这种活动呢 那郭台铭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什么 他不是帮国民党 也不是帮侯友宜 他帮他自己啊 我以前跟贾博士一起开会 我这个怎么 大吹法螺啊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你没有听错 郭台铭应不应该去参加全代会 当然应该 他应该以四年前退党 他都跟国民党道歉了 那你两个月以前 你告诉大家说 你要支持侯友宜 你都没做到啊 所以全代会是国民党 总统立委的这个团结的时候 郭台铭你去不去 还是郭台铭你 你就摆明就说 我就是说话不算话 我就是拔牌铭 苏铭我就会参加 你要这样子吗 我最后正面回应 这个主持人的问题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位大学教授呢 以前是友台的新闻部的主管 他提到说民众应该有民调的素养 这个也太为难我们了 我们民众怎么会有民调 但是我是要告诉大家说 其实有很多的民调民调 它是有带风向 有这个先入为主的这个原因 所以民调大家只能参考 是不是虚胖 我们不知道了 但是呢 我要请问大家 如果今天最大的在野党 有14个县市长的国民党 有4个直辖市长的国民党 他要去跟柯文哲合作的话 那国民党就完蛋了 那你是不是要跟黄国昌合作 是不是要跟馆长合作 那如果说柯文哲 黄国昌 馆长你都可以的话 那我要问一句 那郭台铭你可不可以 我告诉大家我的答案 我代表个人 我不可以 我如果走到那个地步 我宁愿投给赖清德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帮忙按个赞 胡拉斯汗随护爆出了不伦恋情 受害的原配 原本说要开记者会出来逃公道 结果却传出 他被古拉斯威胁 说要反告对方私闯住宅 先不说那间房子呢 是随户租的 那原配算不算是私闯住宅 这也还有争议 但我们就想要问的是说 蔡政府执政7年来 我们看到的是 抄人家论文的人被抓之后 要去告原创者 布伦恋情爆发之后呢 难道是小三要反过来告原配吗 所以难道是因为 他们都是民进党的官 所以就可以这样子做吗 那事实上 这个所谓的布伦恋情 没有人栽赃古拉斯 是静周刊报道的 所以如果说是静周刊报道 有问题的话 是不是蔡政府应该先把静周刊 来抓起来 假新闻官三天呢 委员委员 老实讲 我不太喜欢谈这种个人的私德这种事情 不过我看到这个格拉斯这两天这样表现 我实在是很惊奇啦 就是说他是加害者 被害是原配受伤害的 最大受伤害的是那个周女士嘛 结果他呲声 古拉斯呲声呲得那么大声 这个现在虽然没有通奸的这个刑事犯罪 这个已经没有了 但是还是有那个民事上面的官司 就是说赔偿啦 民事赔偿还是可以提告的 妨害分音啊 然后造成他的损害啊 那所以很少看到这种 加害者比被害者还要大声的 那你刚刚也有提到 说像林志坚啊 可能跟林志坚学的 林志坚去告他 他抄人家的论文 去告那个他抄论文的那个人 所以我觉得啦 我的结论是这样 我觉得民进党这一段时间 因为他们的网军侧义 还有媒体控制特别强 所以很敢硬拗啦 就是说当他明明没有理 是错还要去硬拗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网军侧义来帮他行 安不退